有的四卿 就是有的這個 李來參加我們一堂 台灣國務生晚週年 其實 一定超過幾天 禮拜二的時候是晚週年 今天算是超越 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 我先介紹這個空間 我很多人要弁壽 弁壽是台北車後面 要翻錄 後面還有一個場地 如果小朋友吃飽之後 沒得到 後面還有一個小廣場 頭前有七樓 七樓 你如果去那頭一看 我們的七樓上面也蠻有趣的 那回想 一年多前 這個張醫師 那時候剛好生病 後來就 過世 在告別式之後 其實 就在告別式之前 我們就在醞釀這個台灣國務生的整個 附火計劃 全島都有一些附輸計劃 我們也在做附輸計劃 那 很感謝 中央在去年的十一月十三號 我們 完成了這樣的 一個跨區域 跨界的一個整合 有辦法 為紅牙的事例延伸到 中山路 進化區 我也想 以前我們沒辦法生過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 中山路世界 是寸筋的地道 那 的確 這個不是 我們協會 也不是我 或者我們夥伴的 什麼樣的魅力 這 還是 張豐朗醫師 過去 從1995年 那個年代 他們就創辦了這個 台灣國務生 所以他們 他們當時的努力 我相信 有很多人 但是 也沒有辦法 具體說 有很多人 但是 從 後來 有很多人 就說他們也想到 這點 總共 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 這個 所在的 這個主人 蘇毅德教授 他們估計 還有 家族的人 同意之後 發展把這個 處不存在的 一間處 補廠 提供我們 作為台灣土務生 那也從那個時候開始 一直開始 我們就開始 做吧台 王寶康 也有人 處理這個 本來是在賣 茶葉 茶雞的 現在變書櫃 處理地板 處理桌子 椅子在意 我們一度 思考著 這裡想要做 方塊 來 獨立自主的一個區域 這個 收拾他的傷悲 然後劃為一個重要的力氣 然後來這邊 把書籍變成一個高覽的機制 然後重新讓這裡 不但 讓書復合 會讓這裡有新的故事 新的展現 所以其實這一年來 很保養 要感謝張媽媽 他靠近 這個空間沒辦法 今天就好 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難對很難對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其實是把熱情串連熱情 把生命延續新的生命 把一個生命一定是生命 看起來是沒有生命的生命 但是手會變成有生命的國術 我覺得這是很注意的過程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有超越說書人的文化 到孕武良的一種知識的行動 那一個空間的再生 我是一種過程 對我來說我從來不敢去想到 我當時有這個過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高興的 一個全新的開始 那好少人 那當時就在思考 到底我們要怎麼辦這樣的做好年輕 我來說 我演講我還有唱什麼 那請我做公司講 可能就成名了 那到底要怎麼辦 那這個家屬來演講 發明的說安倍師 也是挺有在原地 他部在懷念張醫師 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才會互相的一個進步性的可能 到那個實在是 可以聊起來 你一直想 一直想 想大一點 要處理 想小一點 好 所以這個 這要怎麼 所以是一個 我就想很久 後來啊 終於拗到了 你看 我們 這個都不是我做的 你看我都不用做什麼 然後 又可以免錢 又可以從台北到來 然後 又要有一點知名度 欸各位 如果關心的台灣環境運動 這個禮拜 在台北 你要看每個電視的畫面 不好意思 偶像就在這裡 那很驕傲 昨晚還發生嘛 你在抗議很多的事情 欸 現在都在這裡 這也是要拜這個高鐵手勢 人家要叫的 口口不會一時一時間 就來到家裡 好 所以我們就特別想到 請潘安生 特別 將對環境運動 那麼久 他要怎麼看待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期待 心動 他很勉強 我先給他來做一個小專題 分享 這時候 我們就來迎接 請他用 金錢的方式 然後大家 來鼓掌 他每天都要準備了 一套 PBT 來 好